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 去年秋天我剪这个Margaretta 它其实是天柱葵的一个品种来擦 但是呢由于下雨 基本上没有活几颗 剪完之后呢 它现在造型是这样子的 还好吧 因为后面我老公又给我乱剪了一次 所以没有我想象中那样圆圆的一个弧形出来 现在开始开花了 那个擦的呢有几颗是活的 别开始起花苞了 看一下我院子里的别的东西吧 像这些小小的肉肉啊 这些全都是我擦的 这个特别简单 你就给它剪下来一颗一颗的 像我上次那个视频介绍的 把它擦在土里就活了 这一片呢 这一片 这片是我种的蔬菜 今天呢等下要摘这个蔬菜来吃 这绿叶菜在家里面蒙了十几二十天了 也不想出去蔬菜吃差不多了 今天这一片蔬菜就可以供今天晚上的晚餐 那大家还记得这是去年擦的另外一种天竹葵品种在这个棚子里 当时还是个小苗现在都开始开花了 都开始开花了 那我这些地长这些天竹葵 全是手擦火的 玫瑰花 玫瑰花也开始开了 这个玫瑰花是特别特别香的玫瑰花 我都是用这个玫瑰花来晾干之后泡茶了 我这边种了四颗这种 香水玫瑰特别香 这一颗玫瑰是爬疼的 好像老是容易生病 长那个白菌啊 我老是打药都没有用 这边这颗也是 在这个棚里面也是擦火的 这是那个玫瑰莉达 活的玫瑰莉达 在这个地方 这个不是它的花 这是另外一个花 这个是就是前面那个玫瑰莉达擦火的 这个地方是爬上去的 这叫什么东西 铁线帘 你看起这个小孤独了 要开花 这个铁线帘 非常好看 要是开的是那单半呢 这一片是阿蕊茨 这是紫色的一片 还没有起花孤独 这边这个蓝色的已经开得起 这个是 应该是黄色的 金黄的 起花孤独了 这一片每年开的特别艳丽 那我起花孤独了 这一片肉肉 这个开黄色的红色的花 叫 雪 叫什么 香雪兰 叫香雪兰 春天时候开 特别多特别香 那这片肉肉全是我擦火的 这片 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我擦火 所以我发现 你知道会牵擦 你看这个多好看啊 这个小肉籠 这个 嫩嫩粉粉的 那个水少的时候 它会变成红色紫色的 它会变颜色的这种肉肉花 我就说发现 只要我们学会擦签的话 你根本不需要花钱到 Home Depot去买花苗 就自己擦签 或者是问花药 要一些过来就行了 你看像这一些 就是我一租 一租发展出来的 每年它会长出一些 小的这个Aris 然后就会把它分开 然后种 这是我朋友给我紫色的 还有这一颗也是的 都是我擦出来的 因为以前呢 这个花盆 我不知道用来做什么 我发现 如果它这个每个小孔 都拿着种肉肉的话 会非常好看 你看这肉肉多可爱啊 中间是紫色的 旁边是淡绿色的 它会自己长出造型来的 这一片呢 就是 也是蔬菜和花 在一起的药会辨认 哪些是蔬菜哪些是花 我就是跟它种在一起的 就是啥几个种子 它就会长在这里 这边就是一些葱 这边就是一些葱 也是种子种出来的 这些葱现在开始已经 开始长这种芽苞了 然后这个坡上 这全是天猪葵 全是我一点点查出来 这整个是一个大 大些坡 现在还没有全部开起来 开起来会像花海洋一片 现在是黄昏时分 现在是黄昏时分 远处的雪山 今天是看不见 在楼上可以看见 因为连续下了好多天雨 所以这个雪山是在 阳台上是可以看得见的 那个外面是三棵果树 我们去拍一下 这些肉肉也都是我插和的 我们去面子里面看一下 那边那个 这个坡上也全是天猪葵 也会一片片的开出来 那个台子就是我经常在这边健身 做瑜伽的一个平台 这个坡上已经 最早来的时候死过一批了 也有自己的肉肉 看自己已经开出了 开始开花的这种肉肉 全是插和的 全是把它 它一租 它会长出很多小的嘛 就掰下来掰下来 就不停的 很简单 抛开土之后把它放土里就好了 就像我那种方式 然后这种小小的这种 它会开蓝紫色的花 也是我眼睛把它掰出来 就可以擦活了 这咱们去看这个 看我们的果树 这个外院子就是一片野的 没办法管理 我这个草拔下来之后 就放在这个树根底下 可以护 护树根 看像这一颗葡萄柚 简直感觉是它一种变态 你看它这个树杆只有这么细一点 上面这个汁是这么大一片 简直是这个树叶 你看看我的手有多大 它这树叶就这么大 就是是发了风的长 这个树叶 因为这几天下雨 这个树杆底下也是的 我也是把那个野草拔了之后 给它铺在下面 这葡萄柚极了好多呀 因为葡萄柚不是那么很好吃 它被叶子盖住了 说的是西方人用来泡水的 我觉得这个 我这个柚子为什么长得这么火爆 是因为我那边放了一个 肥的就是生活的那种有机食品呀 菜叶啦什么啦 我就放那个桶里面的桶底下 有一个洞 估计是这个桶底下那个洞 露出来的养分给这个 葡萄柚长得这么茂密 哎哟天呐 蹭蹭跌跌的 真是 看打一个的树冠 这思想机拍不出这种笑过来 就像在它的树底下 就像个大 大伞一样这样撑着 这边是我的 柠檬 柠檬鸡好多哦 已经吃了好几个月了 就放在树上 你不摘下 它就会永远的保存 所以这个柠檬树 边吃它还在边在开花边长 估计可以吃到五月份吧 你只要不要摘光 它就一直在树上挂着 也不会掉下来 那边是个枇杷树 枇杷就是比较讨厌 结是结很多 但是半大不小的时候 已经有点微黄的时候 人可以吃的时候 就被松鼠给吃光了 所以非常讨厌的松鼠 我基本上是 每年自己都没怎么吃 都被松鼠吃掉了 这个枇杷树就是 也相当于一个野树上 长在这里 从来没吃过 也吃不着它的枇杷 那边远处 就是原始的生命了 很少人走过去 很少走过去 因为十几年 也没有往那边走过一趟 那就是供那些土狼 什么的出路了 不敢过去 那边也是好几棵大的奥克树 好好好 做饭了 好 就介绍到这里 这就是刚才采回来的蔬菜 这么大一点 每天都吃两顿都够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